大家好 歡迎收看紅琴會的主持時間 今天想和大家說說拍子記號 我們小時候學兩拍三拍 即使有分拍也好 我們選擇1&2&3&分兩次拍 現在我們比較大 例如去到三級 或是109的時候 我們要學覆拍子的記號 例如這個會是九拍 那是否每一個小節有九拍呢 其實它是分三小拍的 即是我們要數1&&2&&3&& 這個覆拍子分三小拍有甚麼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他們很多時候會把頭那兩拍 那兩小拍會合成做一個音 我們就會有長的 變成第一個音的話 我們會比較重的 好像扔出去 然後回來 有一個比較重的感覺 譬如我們看一條船 你們會長的感覺 長的感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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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你會重的感覺 重的感覺 重的感覺 那你就會表達到九拍 特別的地方 那我們兩隻手加上看見 我們就聽聽旋律 整個swinging的感覺就會出來了 在樂曲中間的部分 這個感覺就會交給左手去做 我們就聽聽旋律 現在就要靠左手去做 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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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希望這個教學編段有用 如果你覺得有用的話 你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還有其他教學小提示 會陸續上載 今天先跟大家講到這裡 拜拜